原创兵器萧宁 日与印度等国六家团队,正积极争取这项合约,据了解,印度团队表现最积极,除邀请台湾海军派员前往印度孟买的马扎钢造船公司,NDL,参观建造中的鱿鱼级潜艇外,为展现印度团队在潜艇设计的基本实力,以及参与台湾潜艇项目的诚意,近期内将有152位, 曾参与印度柴电潜艇设计工作的技术人员抵达台湾,前往高雄台船公司,应征台湾潜艇项目的设计标案,中西部设计的绘图与计算工作,台湾海军自制潜艇YDS的工作即将在2019年3月前进入最重要的舰体在台系部设计阶段,目前来自欧、美、日与印度等国六家团队,正积极争取这项合约, 据了解,印度团队表现最积极,除邀请台湾海军派员前往印度孟买的马扎钢造船公司,NDL,参观建造中的鱿集潜艇外,为展现印度团队在潜艇设计的基本实力,以及参与台湾潜艇项目的诚意, 近期内将有152位曾参与印度柴店潜艇设计工作的技术人员抵达台湾,前往高雄台船公司,应征台湾潜艇项目的设计标案,中西部设计的绘图与计算工作, 据知情人师指出,台湾有能力参与潜艇有关汇制,与计算的人员是少之又少,一时也培养不出这些人才,为应对明年细部设计启动后的人才需求, 台船公司也向参与竞争的国外欧美团队表达人才需求的意愿, 结果,印度团队最先做出了回应,表达可以提供相关的技术人员,印度团队本周将有152位,曾参与印度柴店潜艇设计工作的技术人员,分批来台前往高雄台船公司,应征潜艇国造系部设计的绘图与计算的工作, 由于其中部分人员参与法国研制的柴店动力,由于集潜艇舰体在台的流体计算工作, 台湾海军与台船等单位将组成面试小组,分批面试这些人员, 希望能从这些有经验的印度技术人员中,找出IBS系部设计所需要的人力, 若获聘任用的印度技术人员,都是以短期聘用方式, 当IBS系部设计结束后,也就结束双方的老五关系, 目前IBS正在进行合约设计阶段,将初步设计转换成技术文件, 与工程要求,以及你妥建造规范所需之文件,包括模型试验结果在内, 为系部设计提供所需的设计技术资料, 这阶段在2019年3月底完成后,开始进入最重要的系部设计, 这些印度人员也将参与一年9个月,将合约设计图发展成详细建造之篮图, 包含乳装备表,材料表及相关制造所需资料, 全案将在2020年底完成,台湾海军潜艇据了解, 印度团队在4月向海军与台船的简报中, 特别表达是已正在服役的由于集潜艇舰体在台来争取, 因由于集潜艇为法国船舶建造局与西班牙NAVANTA公司联合研发的常规柴电动力潜艇, 由于集潜艇的设计是结合了西班牙的常规动力潜艇与法国海旋集合潜艇的部分, 但双方曾经因合作销售发生制裁权的纠纷, 而这次印度团队是获得法国船舶建造局DC的知识权权的授权, 以及印度造船厂MDL同意下,在双授权并充分提供技术人力, 不会有任何有关知识产权的问题, 这次来台争取IDS舰体在台的西部设计方案的6个团队, 要属于印度团队最积极,除了团队在台的运作之外, 印度军方更是扮演重要的角色,除了出面的退役将领之外, 私下现役将领来台拜会相关单位时, 都会提及印度制造柴电潜艇的能力与技术, 希望有此机会能参与台湾IDS, 由于集潜艇一共有三种型号, 集标准型1700吨, AIP型2000吨和缩小版型1450吨, 该型潜艇是作为出口导向而推出的, 目前已成功销往智利及马来西亚, 另外还有印度、巴西等国采购或许可证制造中, 印度近年来一直想建造柴电潜艇, 来取代俄罗斯生产的老旧潜艇, 印度海军在2005年以37亿美元, 向法国采购6艘鱿鱼级潜艇, 首艘在法国建造外, 其他5艘是在法国技术指导下, 由印度国营马扎钢船屋公司, 在梦买造船厂自行建造, 即首艘鱿鱼级潜艇, 卡瓦里号已于2017年12月服役, 第二艘印度建造的汉德里号, 也在2017年1月下水进行海测, 预定2018年下半年服役, 第三艘同级潜艇恰拦截号, 已经于2018年1月底下水, 开始进行海测, 第四, 5艘鱿鱼级潜艇, 也在2018年, 在马扎钢船屋公司, 梦买造船厂开始组装, 未来印度海军计划在鱿鱿鱼级潜艇, 服役6年进场正休时, 加装不依赖空气, 推进系统, AIP, 已获得比一般柴电动力潜艇更长, 的连续前航时间和前航距离, 印度除向法国取经建造鱿鱼级潜艇之外, 也在2015年, 批准了购买6艘核动力潜艇计划, 印度近年来发展水下力量, 除打算控制印度洋外, 也希望拥有足够技术与经验, 可以不需法国等国家的协助下, 能自行建造完成潜艇计划, 然而印度的潜艇技术, 并不像他们自己所吹嘘的那样牛逼, 印度海军的潜艇装备, 以前多来自苏联俄罗斯, 曾经租借过几艘苏联俄罗斯海军的老式核潜艇, 常规潜艇方面曾经购买过俄罗斯的基洛级潜艇, 和德国的209级潜艇, 但目前这些潜艇的维护和保养都有很大的问题, 在使用中业问题频出, 印度海军租借的俄罗斯阿库拉集合潜艇, 在一次海事中触礁, 声纳所在的天体, 撞出一个1.5米的大洞, 据说修理的费用俄罗斯报价6亿美元, 而这印度人自己可搞不定, 印度人自己研制制造的尖敌者号, 和潜艇可是心肩上的宝贝, 印度对其关爱有加, 一直不对外展示, 谁料2017年3月, 一个工人的低级错误, 潜艇尾部的一个舱口忘了关闭, 导致海水倒灌, 整个潜艇被海水浸泡, 基本可以说到了报备的边缘, 几十年印度海军自造核潜艇的梦想, 就这样进入停滞状态, 从俄罗斯购买的击落机潜艇更是流年不利, 出海撞上商船, 自己进行海事发生火灾, 两人失踪, 一艘刚刚从俄罗斯大修回来, 正在进行武器装备的检测, 两枚反舰导弹突然爆炸, 潜艇被炸沉, 基本报废, 十八人遇难, 从德国买的那几艘209潜艇, 可因为保养不善, 和当年在印度自治时有瑕疵, 基本也不能出港执行任务了, 如此这般的潜艇制造和使用经验, 如果台湾军方真是病急乱投医, 选中印度人来协制潜艇自治, 只怕会埋下太多的隐患, 将来的台湾潜艇兵命运位已, 建议将来台湾的小伙子在选择兵役时, 千万不要选择海军的潜艇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